阿姊珍 哈囉 那個... 我習慣了 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好,那個 我想要再詢問一下 大家都是應該知道說trouble的 因為經過這兩天了,或是說在網路上 應該都知道trouble的應用了 可是我請問一下 各位有沒有知道那些open source的 因為這是我今天講的一個重點 就是open source的部分 因為我很誠實的跟各位說 其實我們的技術 沒什麼特別的 好,沒有,這不是這樣講,這不是這樣 不能這樣講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trouble的應用 不像現在一些大公司嗎? Google, Microsoft,那些他們自己有自己的 ATI服務,或是說相對的 可以讓你很快的時間內 短暫時間內可以使用 非常便利的 在passager,或是說stack 或其他ending的parafone 就是平台上面 我們都可以使用方便的機器人的服務 可是相對進去我們考慮 你們可以丟一個自己 從零到沒有的一個trouble的應用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想要分享的 就是我們的社群 我們社群叫做forsesha 對不起,我真的弄出不是這個 我們社群的同名稱叫forsesha 那社群裡面有一個專案者 Michael,他是德國人 那Michael他覺得是說 我們是現在 他在2013年左右吧 那時候覺得是說 我們現在是不是有一些 可以讓大家可以用一些機器人 用語音勾 用聊天的方式可以操作一些介面 而不是說像以前的用點選 Ui設計 點選的或是說一些秘密的方式 那時候在2013年的時候 他就想到說 我要做一個類似 像是聊天機器人 或者說聊天那個 就是那時候 你剛剛那時候應該都知道 Facebook那時候剛開始嘛 不過Michael那時候 他已經有這個想法了 所以他們在 他在持續努力之下的話 大概在2016年 發佈了這個專案叫做 Sousi AI 那時候 我們是 我們forsesha 是一個開放的社群 那Michael那時候 也是跟他的朋友 叫Mario Mario是我們的forsesha founder 所以說通過這種關係 他認為是說 他這個專案 Forsesha 跟Sousi AI 是非常適合放在 我們這個 open source的平台上面 就是Forsesha的平台上 所以這個關係是下 他就用Sousi AI 把Sousi AI的專案 放在我們的 就是Forsesha Keyhub上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的社群 我們社群名稱叫做 Forsesha F-O-S-S-A-S-R-A 那前面四個單字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Forses這個 F-O-S-S這個名稱 Forses這個名稱是 全名叫做 Free Open Source Software 那Forses這個東西 它簡單說 我們如果以中文之意的話 就是說 自由的開放原始碼軟體 可是實際上 它不只是一個 開放原始碼軟體 這個名稱而已 它其實是一種 我們所謂的movement 就是一種 運動 大概1980年代吧 大概從那時候開始 很多大神 比如說像是 Richard Goldman 他那時候開始創立 所謂的FSF Free Topway Foundation 那那時候開始 他就覺得提倡就是說 我們的軟體 都必須要用 開源開放的精神 給大家使用 所以那時候開始 就是有些人 follow Richard Goldman 以及各位大神 像是Ninus Nua Topas 那種大神級的人 開始想營造活動 陸續把他們的專案 開放到我路上 所以從80年代開始 90年代到2000年左右的時候 這個movement 這個活動已經到算 這個鼎盛的時代 而我們FORCE ASIA這個時候 在2009年 杜拜的Demi Khan的時候 我們創辦了 那個洪福跟Mario 就是剛剛說的 德國那位工程師Mario 那時候在杜拜的Demi Khan認識 他覺得是說 我們覺得是在亞洲 應該有一股力量 有一股鄰居 大家可以認為 對於Open Source的那種精神 認同這個精神 可以把他們移立起來 也就是我們現在成立 所謂的FORCE ASIA 這個FONDATION 這個community的原因在內 那時候開始 大家就知道嗎 EHUB那時候 大概是2009年 剛好EHUB 2007年沒有關係 那時候剛好成立 那他那時候就開始 把他們覺得 首先可以簡單的專案 譬如說一開始 突然有像是Hello Word 這種非常簡單的東西 那他就覺得是說 沒關係 我不是一個工程師也沒關係 我只要把我的想法 我覺得是說 可以分享的東西 我先放在所謂的EHUB上面 讓大家去看 然後怎麼樣 從零開始建立一個 所謂的那個開放的平坦 讓大家可以分享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專案 其實都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類似 真的就是所謂的 HOWLOWER等級的那種專案 可是到目前為止 從2009年到現在 已經將近10年 11幾年頭了 那我們現在上面 有入取越來更多大型的一些專案 比如我剛剛講的就是SUSEI 以及我剛剛的那個簡報 有提到一個叫做 一體的專案 就是DSL 那還有一些 比較有趣 或者說要有好玩的專案 也是有 那在11個年頭之內 我們成立就是包含SUSEI 解釋了那個專案 到現在 我們現在將近在EHUB上面 有將近3000多人 這個圖是 因為這個簡報 是我去年年底做的 大概是去年年初的時候 那它那時候是 222個專案 跟3800多個人 那目前來說 應該有將近4000人左右的 那個參與者 就是貢獻者 或是說有8萬個人 在這個 將近4000人 那目前 如果各位有什麼 對於說 你們覺得自己的專案 你有去 或是說 你覺得說 可以讓更多人去參與的話 歡迎各位可以考慮 加入我們EHUB這個群組 一個群組 就是說 加入這個團隊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分享 那我們這邊 FORCE ASIA在亞洲 應該說 我們是美尼爾 固定的大使的一個聚會 叫做FORCE ASIA SOMI 那這FORCE ASIA SOMI 那這FORCE ASIA 我們是非常歡迎邀請 我們FORCE ASIA DHUB上面的 所有的開練者 貢獻者 與分享者來說 我們參加我們活動 那或是說 你如果覺得 你可以去 分享一個 新的idea的話 不一定成為 我們FORCE ASIA DHUB的貢獻者 也可以來參加我們活動 那我們這活動裡面 有包含所有很大的 就是有興趣的議題 像我們今年的話 我們今年FORCE ASIA 是在三月 在新加坡 然後我們明年的活動 也是在新加坡 也是在三月 應該是說的 因為其實 我們不知道是 用了我們中文的 維基百科裡面 有去 有人編輯一個 FORCE ASIA 的那個條路 他上面是說 是每年的農曆年後 的一個月內 可是我問洪福是說 他們有這樣的說法 他們是說是在 那個什麼 就是三月 他們是用在三月 那時候 而且是農曆年後的 這三月那時候舉辦 所以並不是 那個 就 至於說一個月那個說法的話 我還不清楚說 是誰編輯 我可能查一下 不過anyway就是 我們每年的大概三月的時候 我們會有個大型的conference 然後陸續會在亞洲各地舉辦 我們曾經在那個 越南 我們曾經在 加坡里亞 那個 尖埔寨 還有在寮國 還有在新加坡 還有在 Bilib 我們都陸續有舉辦過 FORCE ASIA 所以可能未來有機會的台灣勒 可能本期間沒有啦 因為其實新加坡是一個 比較相對更支持 更多 對於像是 open source 或是說 它的地理位置 對於東南亞的國家來說 是最方便的地區 那更何況 我們那邊有得到一些 政府單位的贊助 就是說 我們租用那個場地 是可以非常 用非常優惠的價格 去租用那個 FORCE ASIA場地 所以說 目前短時間內可能 沒辦法去台灣勒 不然我一直在爭取 如果在台灣辦一個 FORCE ASIA場地 如果這是題外話 反正認為 我們是說 這個 FORCE ASIA FORCE MOVEM 它其實不只在全世界 它其實在 亞洲也是有一股名料 就是FORCE ASIA FORCE ASIA這個組織 或是台灣的話 都會參與的 COST CARVER也知道 它其實是 FORCE MOVEMENT的其中之一 所以在各位 我們都已經參與了 這個運動 我們都是歷史上的 一份子 所以 非常謝謝各位參與 那另外就是 我可以開始介紹 我們的 素詞也來的 那 我想就是說 我們都已經知道說 像是Facebook 或是說 Slack Line 我們在後期 就是最近幾年 我們陸續開放一些API 那大家可以用一些 串接API的方法 來了解說 應該不了解 就是直接使用 聊天機器人的功能 可是我們覺得 是不是可以用一些 更底層 或是說更開源的方式 去讓各位去知道 我們的 像是怎麼去寫一個AI 或是說了解一個AI的東西 這個點 我也要先跟各位說 抱歉 這個是 我剛剛講的部分 是我們創辦人 Michael 他的一開始的理念 不過到目前為止 來說的話 我很誠實跟各位講 他也是接API 對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Build的一些model 還沒有辦法達到 像是Google 或是講到其他的 那些 NLP的部分 還沒發到他們的一些要求 他們的一些水準 所以目前來說 我們的那個 Sushi AI的部分的話 其實還是穿接那個 在NLP部分的話 我們穿接是Wolf Alpha 有沒有聽過 這個是一個非常老的 NLP的一個服務 Wolf Alpha 有沒有聽過這個服務 有喔 OK 那在那個 語音辨識的部分的話 我們有試的用 Google API Google的Speech API 跟Microsoft的API 那這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的Speech的部分 是用在我們的所有平台 包含在說 是像是我們的那個 網頁的tugging 我們網頁部分有支援 像是 等一下 那個上面是有 為什麼有這個東西啊 我忘記 看過去 你應該都知道 你有沒有聽過Kisna 沒有的話 剛好我們是Costcard Costcard 用Cost的東西 如果有人進去的話 可以Cost一下 這很可愛 不過他最近有些 有些生意 我覺得很可惜 好 那 因為這個簡報 到時候是Koogle的動作 開始講 因為就是說 怎麼這樣簡單講一下 就是AI的東西 所以說那時候有提到 怎麼跟AI的去做一些溝通 那還要回到正點好了 正規那個東西 因為大家都應該知道 AI的東西了吧 就是這兩天 這兩天這種密集性的 那些聊流的話 就算是你有聽過的話 在今天這個整個 我們敲破的Session上面的話 各位應該都可以非常非常了解 AI 現在的SUSI AI都不服用的話 其實包含有支援各個平台 我剛有說了 我們有支援Xbox 我們支援移動端 就是說手機平台端 然後包含像是Android跟iOS 所以現在 如果各位現在有網路的話 我現在可以建議各位 可以試著搜尋 像是Apple Store 或是Google Play那邊 然後搜尋SUSI AI 然後我跟潘哥也可以 可以直接下載一下 那邊試試看看 那目前來說 可以各位保證 至少在我測試的時候 是安全性是OK的 我想強調的安全性是一位是說 我們誠實的跟各位講 我們這邊 在以前版本 是沒有所謂的 你們社群的部分 我們不會回傳到以前SERVER 不過最近幾件事情 就是說 不是說我們不是AI 是說其他的X2的部分的話 陸續有發現到一些 就是說你們搜尋的資料 其實會回傳到 他們自己的SERVER上面 做一個Reference 應該說Reference 他們是參考用的東西 可是在我以前的保證 我以前測試的部分是不會 那如果各位 這個部分有疑問的話 歡迎各位到 我們eHub上面的 那個SERVER上面 去搜尋去下載下來 去確認一下 他們回傳 或是說他是否有做一些 比較危險 或是說有爭議的部分的東西 這部分真的是很歡迎各位去 對部分 在安全性上面的話 如果各位覺得安全性 非常重要的東西的話 我也覺得是 歡迎各位來追蹤一下 是不是我們 就是說 我們Force Asia的產品 的那個專案 或是說 SwissAID的專案 是不是違背的所謂支持 所謂的 所謂的 所謂的精神 因為我覺得說 安全性的一定性 它絕對是一個 服役 OpenSource 社會裡面 非常關鍵的一部分 那 這一點就是 OpenSource 跟其他 PyvateSource 寫出來 那我們現在 SUSAID可以做什麼 哪些事情呢 上面的話 這個貼圖的話 基本上 就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其實說實話 其實跟各位 像Shopper的應用差不多 你問他問題 他會回答一個 他會回憶一個東西 你問他天氣 他會回答天氣 你問他地圖 他就會修個地圖 基本上 其實跟其他的Shopper 都一模一樣 可以説實 跟各位講 所以 在這點的話 以公眾上來說的話 我覺得這個 這個固不是說 是我們 書籍AID的非常重要的 一個關鍵點 也應該說 我想要強調就是 別人Shopper做得到的東西 我們書籍AID也做得到 這也是我想強調的部分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我們還是OpenSource 所以說 你覺得是說 哪些功能覺得不夠 或者說你覺得 合傳來資料不正確 因為我很甚至 對我講說 中文部分的資源 目前是很差 因為我法法那邊 不支援中文 也不是不支援 然後他回答 那些很奇怪的東西 所以說覺得 中文部分是沒辦法 目前還沒有去克服的 因為是說 我們如果把那個 NOK的Search Engine 去轉向到Google的話 其實這部分 解決也就解決了 可是目前 就是說 只有我在自己進行中 我是不是說 其他人有在小部分用 那在EHARM那邊的話 這個部分還沒排進去 對不對 就是你發PR過去的時候 可能目前還沒有把這個 你的那個 NOK的Engine 換成其他的服務 目前還是喜歡 會把它倒閉 所以有想強調就是 目前其他家 其他Travel有的我們也都有 那我們還有包含像是 語音的部分 那其實說實話 現在也是每個都用的啦 只不過2016年的時候 其實這個還算是蠻新的一個 就是 各位我想一下 這種idea是在2016年的時候做的 就是 它包含所謂的那個 地圖顯示 或是天氣顯示 還有一些 像是那個 knowledge base 那種東西的 那種的想法 全部都是在2011年 比較適合起來的 那我當然相信 現在是2019年了 那各位Travel的應用 絕對比我們好上太多了 不要說別人 連Facebook那邊的一些 我們現在大大 在Muchaple的那個 那個 community這邊的 都已經 都已經可以做到一些 商業化的服務了 那我們目前還算是一個 算是一個 一個 一個型 一個說一個 那個 粉絲型態 自己創造 自己做好玩的一個東西 所以目前 蘇集AI 有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不是功能上的問題 而是說 我們如何維持這個狀態 持續下去 這個是目前講到很大的一個 重點 那我剛剛講的 我們現在蘇集AI 在EHive上面的話 上面有這幾個 其實上次不止啦 其實上我記得 有大概28個 還是30個左右的 reporting 那這個reporting reporting的分別 就是有問題 簡單的分別就是說 我們有背段 我們後台 我們server 然後還有我們的 knowledge base 那個skill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些桌面 跟那個mobile的應用 那還有相對就是說 有個google assistant alisa 那個 這幾個目前都已經 都已經有實際上的效果的東西 那如果各位覺得是 雖然是說 你們現在想要用line 或是想要用slack的話 其實說 你們可能都沒有接觸過 其他的一些應用 像telegood 像wechat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會用 所以 如果各位有出國蘋果的話 其實不要用 那 如果像其他的一些 那個 其他的一些 那個sms platform 真的是 可以用很短暫的時間 在 你各位可以用一些很短暫的時間 去 去了解他的source code之後 可以 抛停到其他的平台 我覺得 在這點上面的話 我們 MOST ASIA的 這個sourcing AI專案 真的是一個 跟其他的一些 opensource的專案 最大的差別 就是 我們同時先給你所有 一台的一些reference code source code 那 你如果想要抛平台使用的話 可以參考他的 一些預防 也就是說 除了在 AI或是說 除了在chopper的應用之外 各位可以 學習一些 跨平台的程式的寫作 真的 這個我覺得是 跟其他的平台不一樣 跟其他的chopper應用不一樣 就是說 當然啦 我相信各位的能力 可能都比我非常厲害 你完全不用 考慮到說 跨平台的一些問題 就隨便寫一寫 可能在兩分鐘之內 就可以寫出一跨平台的code 可是就是說 如果對像這種新手來說的話 我不是那個 可以參考APP般的工程師 那我這樣如果想要寫一個APPAPP的話 那可能就是用參考他的code 來修改什麼 我需要的功能 是一個最直接最快的方法 所以說 我們在open source 就是說 像是open source 這種community的最大的精神 就是 我們把所有的功能做出來 然後 讓各位去參考說 哪些功能是各位需要的 然後如果覺得心有立志 就是說覺得 我們覺得這功能不夠 或者說 這個功能是可以做更好 當你有空的時候 我們真的非常歡迎各位 可以做一些回饋 就發PR給我們 發issue給我們 我們真的非常非常歡迎 那如果你有發PR 有發回饋 就是說 有發issue的話 我們真的歡迎你可以加入 或是說 你可以參加我們每年3月 那就是說 去年跟今年跟明年 在新稍後舉辦了 FORCE的一小賞命 這個點是我真的非常 歡迎各位要寫 對 那 這一點 因為這個獎益 我才是跟你講 這不是為了今天準備的 所以 想要 跟 因為好像實驗上 也不會說很多 所以說 我們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各位如果有安裝 手機端 或者說 在網頁端的話 有Chrome 有Firefox的話 各位可以直接去他們相對應的 那個App那邊 去抓起來使用看看 這個身體 這個是一個非常不錯的 因為 說實話 我不是Chrome的 我也沒有寫過 Chrome的Chrome 可是如果透過這個App的話 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修改 對 這個也就是 我覺得也是剛剛我提到的 就是 你們可以在很短暫的時間內 去學習一個 如何寫一個畫平台的称心嗎 這個也就是 我們程式 我們那個 這個專案 或是說我們Force Asia 所有專案的最大隊員 就是 我們都支援跨平台 而且我們都是用開圓芝麻的 而是各位可以去修改 或是使用 或是來學習 這也就是我們 我們Force Asia最大的精神 好 謝謝 那請問 還有什麼問題嗎 請問大家提問 對 因為其實今天講的也還不多 我們是不是大家會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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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各位講嗎 沒有喔 對 所以 好 那你各位看一下 Pix拿大那個影片 對 Pix拿大 那位 對 放在額頭的 對 那位 那位 沒有他只是 他只是 頭講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 Turba社選擇AI組織 還不是很多 靠 我還以為 因為我一直以為是說 很多大大都已經講過了 所以說AI 我就倒路 還是你方便就是都分享一下關於 AI的任務 沒有 你也好了 因為我可以講 我可以分享一下 以前我在說班的時候做的那個 對 因為其實說班的時候 我會做那個 基本上也不是做 那是都做 可以簡單講就是做LB相關 可是一上來修後 我真的覺得 我在說班兩人的時候 在做那些東西的時候 基本上真的是在做 我在幫老闆見資料而已 因為那時候 大概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對不對 那時候 那時候 你知道各位 你們有聽過的 是None Face吧 就是說一個 那個 我們簡單講一下好了 你怎麼讓機器人了解說 這個世界運作 或是說怎麼去分析這個語言 當然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 剛剛我提到NEOE 應該有你知道NEOE嗎 NATURAL LANGUAGE FOR SEISING 就是自然語言處理 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把人類講話的 這種內容的話 如何讓電腦知道說 我們在講什麼 那當然 我們學語言的時候 我們應該都知道說 語言方面有幾個關鍵東西 就是 詞性 詞性 就是名詞動詞 副詞 形容詞 什麼的 那我們先點除說 是中文英文的差別好了 基本上所有語言 甚至 你可以考慮一下 電腦語言 他們也是有包含所謂的 名詞動詞 形容詞 之類的東西 那我們如果把這些關係 把它見到電腦上面 那如何讓電腦知道 什麼叫動詞 什麼叫名詞咧 那說實話 以前的做法 真的是說 我們不要說現在十年來的東西 再十幾年 二十年來的東西的話 我們真的就是 所謂的就是用index的方法 我們建議一個名詞叫做 我 你 他 你我他這三名名詞的話 我們把它變成主詞 所以說我們把歸類的主詞 這個上面就變成你我他 所以說如果當出現一個 一段字 一段一串文字 所以一句話裡面 出現你我他的時候 我們自己把歸類的 這個叫做主詞 好 那我們下一階段就是說 有主詞的話 可能沒辦法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 所以說我們下一個階段就是說 我們在關鍵 在你的語意 語內圈話裡面 去找一個 是不是有類似動詞的東西 因為你也知道嘛 就是說 我們下一對話 包含能力關係也是一樣 我們所有的事情 都是基於在所謂的人事實低入 那電腦上面要理解 人的作為 人的語法的話 也是根據在所謂的 人事實低入這個關係上面 所以說我們人事實低入的話 就是說 人就主詞 試的話 可能就是包含動作 時間的話 可能就很 有畫面有沒有沒關係 低入的話 也更是說 也可以算是一個option 就是一個選擇 一個可能有可無 可是重點就是說 你主詞跟動詞 就可以表達一個 你所想要做什麼事情 或是你的目的在哪裡 那就是 現在如果有用像是Google那個 像是到IshmanGoogle 我們就到Instance Sentence 那個 好像去年在講過 Anyway 目前來說 現在Google的 他的Speech API 或是說 他有一個很簡單的 叫做IshmanGoogle 有專案 他裡面把所有的 你的對話的部分 有分兩個 就說Instance 那個意圖 跟一個叫做 那個 怎麼忘記 反正簡單講 又跟一關 一個叫做名詞 一個叫動詞 簡單講 不過 你可以大一點 就是說 他是一個 誰做什麼事情 或是誰要想要什麼東西 那這樣子說 主詞跟動詞 在一個對話的時候 是一個最重要的關係 那我以前的做法就是 不是我以前的 我老闆叫我做的就是這樣子 你先把一段 一個 比如說一段文章 或是一本書裡面的東西 把我全部拆開來 你例如會把所有的 跟主詞有關的東西 或是說 跟事實 跟有關的東西的話 全部都會類類 那把動作有關的東西 比如吃飯啊 喝水啊 跑步什麼的 跟動作有關的 跟行動詞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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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那時候就是說 我那時候做的 基本上也是在分類 從他的分類 我學長的分類 在分類下去而已 那那時候講說 如果你可以把這個分類 分到極致 或是說分到 已經可以區別到 你的主詞動詞 是非常正確的話 那你一句句話下來 他就能夠把它分 把拐詞斷開 然後可以把它歸類說 他的講這句話的目的在哪裡 那你知道電腦 聽到你的講話的目的之後 他就可以做出相關於一個歸因了 因為其實最難的部分還是說 電腦不知道 我們講話的內容是什麼意思 那所謂的AI 應該是說 你敲發了應用的AI 就是在這關鍵點上 對 謝謝東阿前輩的 就是詳細分享 然後我們今天議程 就到這邊了 七個套 希望大家也有聽得過癮 如果沒有聽過癮的話 歡迎再參加我們每個月 在台北台中的聚會 期待大家在 Chairbot RTW上面相見 謝謝大家 拜拜 我們剛剛還有閃電秀 也有 謝謝真的 很緊張 謝謝